拿二图的装备去打三图 五级头 三甲 三猫 你们感受过绝望吗 今天呢 仓鼠UP主要来试试 用二图打的装备去三图 看能见到多少货 要说这二图转装备啊 当然只能打boss了 先把想和我抢肉吃的解决了 对于这boss嘛 我的要求也不高 程序变变有个自己的耽误性 不凶 凡是在描料一个视频点赞下来的 都能吸到奥气 好不真实啊 这确定是二组的boss啊 这下武器有了 不过得再打几个boss 起码得打个自己包子 不然呀 猴狸探架都装不下几个音条 哎哎哎 这才有点二组boss的样子了 学校的野生了 三体套勉强拿着 还有最后一个boss 这麻烦大家帮我 按一下某个紫色UP主吧 好好看好好学 怎么做欧皇 现在呢装备已经确定 两把五五六的枪 五头三甲三包 装备虽差呢 但五脏俱全 三驼走着 第一把 单排稳一手 哼 开局就遇到堂堂不堂的好事 哇哦 喜踢六级猫 本以为这只是开始 没想到却是这局的巅峰 后面一整局就打了个boss 把这小破三接甲给换掉了 再来一局 现在算是全副武装 毫无破绽 直接单次不带怂的 双榴弹直接下地铁 哦 来了来了 撤两砲下去 谁变得过 喵的 专挑不缺的装备 换个位置 继续蹲 来了 楼梯大厅都有酒 哎呀 不好 打草金蛇了 哎 大体又来人了 哼 打得好 打得妙 娃就在这看我一下 我去又来一点 好家伙 摆一团大战呢 哎 往我这儿跑就是你的部队了 双榴弹换好 该吃菜的 应该是在摇摇车后面浮来 nice 再补一炮 免得炸尸 旋转楼梯还有一盾 继续蹲 不是 不为了野豹你别填 我还没填呢 爬了倒是挺利索 他还有个队友去楼梯观察一下 嗯 看来是被我吓跑了 填巴填巴 六级甲 吼 发了发了 我刘 又来脚步了 M4开路 内控补枪 剩下打拳脚给刘大 来三 红光加二 哇哦 M4也不要了 画上没空 地上还有两六包 两把金枝枪拿不下 就留给瓢仔了 还剩14分钟 还能回到家 不过这背包塞的有点满 先让男子弹 再跳跪的了 实在撞不下了 把六级包塞的一个 这下可以放开装了 哎 用二多的装备才赚了270万 勉勉强强吧